弟兄姊妹 主内平安 我们把圣经打到马太福音第六章 第二十五节 马太福音第六章 第二十五节 我们讲到第三小节 我们把这擦过来 我们讲到第三小节 从二十五节开始读到第三十四节 二十五节读到第三十四节 找到没 一二 所以我告诉你们 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 喝什么 为身体忧虑穿什么 生命不胜于饮食吗 身体不胜于衣裳吗 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 也不种 也不收 也不继续在仓里 你们的天父上前养活它 你们不比飞鸟贵重的多吗 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 是受数多加以克呢 你们不必被衣裳忧虑呢 你想野地里的百合花怎样长起来 它也不劳苦 也不仿仙 然而我告诉你们 就是所罗门体重法的时候 他所穿戴的 还不如这花一朵呢 你们这小心的人啊 野地里的草今天还在 明天就留在屋里 神还给他这样的装饰 何况你们哪 所以不要忧虑说 吃什么 喝什么 穿什么 这都是外国人所求的 你们需用的这一切东西 你们的天父是知道的 你们要先求他的活和他的义 这些东西都要加给你们了 所以不要被明天忧虑 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 一天的难度出 一天当就够了 我感谢你们的恩典这么一道毕童 你今天所查考的这个课题啊 习练心窍 这个课题 向上祷告 亲爱的圣天父谢谢你 阿们 谢谢你经常 带我们如同母鸡带小鸡一样 是的 今天你要习练我们的心窍 阿们 使我们的心窍更通达 阿们 能够明白你旨意的奥秘 阿们 因为是小孩子就不明白你旨意的奥秘 是 唯独长大成人的 才能够 做大人 是的 才能吃干粮 阿们 才能明白你的心意 阿们 让你的旨意带领你下午这一点的时间 阿们 把众弟兄姊妹都交在你大门的手中 阿们 网络的弟兄姊妹也交在你大门的手中 阿们 处处以堪固保守你自己众儿女 阿们 使我们今天真正明白你旨意的奥秘 阿们 叫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在你所给我设立的环境中间去习练心窍 阿们 叫每个弟兄姊妹都长大成人 阿们 叫每个弟兄姊妹都成为这个世代的见证人 阿们 成为神家合用的器皿 阿们 求你按照你的旨意带领下我的这一点的时间 阿们 就这一点的时间 使我们更加清楚知道你旨意的奥秘 阿们 更加知道我们今天应当在基督耶稣里敬天 阿们 我们不要忧虑这世上的事 因为 为熟的事情忧虑是叫人死的 是的 唯独 为在神家里忧虑 是叫人生发没有后悔的懊悔来 阿们 谢谢天父的恩典 感谢你按照你的旨意带领我们回归圣经真理 阿们 因为我们显在这个世代如同明光照耀 乃是你借着我们要把你自己纯正的福音传给全世界各地 叫更多的人得知你的救恩 阿们 叫万民得知你的真道 叫万人都能降服你的救恩真理 阿们 求你就按照你的旨意建造我们 阿们 使我们为你建造好成为你何有的器皿 阿们 我们为你工作才能为你工作 是的 我们不为你工作就不能为你工作 因为你操练我们的信心 提炼我们的心窍 也是为了使用我们 阿们 也是为了救我们长大成人 谢谢天父的恩典 感谢你用这些方法来 引导我们 带领我们 使我们都能成为基督的精兵 阿们 成为战士 阿们 成为耶和华的勇士 阿们 在这个世代中间跟空中长死权的恶魔争战 阿们 叫我们能够胜过世界 胜过仇敌 胜过撒旦 一切的计谋 阿们 是我们能够站立在主你的面前 阿们 应允我的祷告 感谢 祈求 奉耶稣基督的圣灵求着 阿们 好 感谢神的 咱们继续来交通对课题 首先 吃 穿 大部分都 有历这些事 对不对 咱们是神养过一群人 对不对 弟兄弟们 神养物万物 所有的飞鸟都是他养的 所有的地里的野草都是他养的 你说他知不知道你缺什么呢 不知道 他早就知道 所以咱们总是不放心 觉得 我不干 你不干 你也能活着 你神给你命定的寿书 保证的活到那么长 比如说 我这个家 我要不干就完了 那你就死一下 试试 看这家能不能运营 你死一下 你死一把 你说 这家没有我就完了 你死一下 试试 我经常讲这句话 你不要在主面前太夸口了 那家不是因为你才存在 是因为神才存在的 你得想这些事 你觉得你能眼睛从这个世界中呢 这一天睡早 睡早了第二天早 早上醒过来 眼睛睁开 那都是神的事 你眼睛睁开 不让你睁 你想睁都睁不开 对不对 因为神让你在地上活着的 他让你心脏跳动 包括你今天 心脏 你能跳动多少下子 那神都给你定好了 你信不信 你那心脏 你不用担忧他 你跳脱下子 不能停止跳动 只用 有的人隔几点 去检查检查 看看高不高血压 看看这个怎么样 隔几点去检查 隔几点减 那都神定好 你检查干什么 对不对 那次数 你的心脏跳动 那次数都定好 你检查看 那些瞎 对不对 到你不该死的时候 你得了重病 才死不了 到你该死的时候 没得重病 照样死 对不对 弟兄姊妹 对 就我讲的 我们那个老头 该他死的时候 到中午 不让他出门 到中午 很热的一天 他就出血 那时候 那水都已经干了 那大河都干涸了 他就出去了 出去了 就剩一窝水啊 就正好那脸能放里头 他就在那里头 那脸就放里 就淹死了 正好脸能放里头 都进不去 那水很浅的 就淹死了 说该他死 该他死 东北有一话说 该警死 何死不了 是不是啊 就是你的命啊 是神已经定好了的 你们的动作 气息存留 都在乎他 对 是不是啊 是不是 因为神能养 非养 你说养不养 你一定要知道 这个家 不是因为你 而冲起来的 对 没有你照样 地球照样都转 对不对 太阳照样升起 月亮照样升起 没有你 你总想的 没有你 世界上照样 还在运转 一切都运转 你信不信 信 你的孩子可能 比活的时候 活得更好 对不对 你的老公 你的老婆 可能活得更好 也就是说 我说这话的意思 弟兄怎么能够 想到我是什么意思 嗯 别总觉得 这家就得 留开我了 是不是啊 其实你是 世界上一个 多余的人 你总这么想 我是世界多余的人 对不对 保罗为什么说 我不属这个世界 是不是世界多余的人 耶稣说 你们不属世界 正如我不属世界一样 你不属世界 所以你不属世界 抓这个世界 你说你 苦苦 人家你去 赚这个世界 你说真苦 因为你不属世界 世界上没有一样是你的 对不对 你的眼珠子是你的吗 不是 不是 你的鼻子是你的吗 不是 不是 你的牙齿是你的吗 不是 你的心脏 心肝肺 是你的吗 不是 都不是 都不是 因为神灵时租借给你的 你不知道吗 灵时租的 但人跑到租子里边 就当永久居住的家 这叫帐篷 这不是你的家 这是帐篷 你在世上 是客履 是寄居 现在咱就操练这样的心智 把这个人看得不是我 这根本不是我 对不对 我在哪呢 在这 这个人是我 对 这个人根本不是我 那这个操练呢 就在基督里了 对不对 这里边说 所以我告诉你们 这是耶稣亲口说的话 我要为生命 忧虑吃什么 喝什么 为身体忧虑穿什么 吃喝穿 这三件事 是不是 这是吃喝穿 不要为 吃穿的这些事情 什么喝什么穿什么 这不用你忧虑 对不对 因为这些事情 不用你忧虑 何况 你还是神家里的人 这件事情 最后你去经历 你经历完了 你就知道 你忧虑 也是照常运行 你不忧虑 也照常运行 还是照着神的意思 那么忧虑的 对不对 我想多赚点钱 没想赚点 上帝给你剥夺了 对不对 多有钱 不是一件好事 所能门没有钱吗 有 但人别我神了 对不对 因为神在地上恐怕人 人总想给自己 改善生活 神总觉得 这地上不是你的家 怕你的心在地上 对不对 怕你的心在肉体里 怕你的心在吃喝穿上 所以因此呢 耶稣基督提出 这么一个绝对的真理 什么真理 不用你忧虑 因为这不是你忧虑的事 就像什么 部队当兵的人 不用当兵的 有利于什么 吃啊 喝呀 穿啊 还有牙刷呀 毛巾啊 裤头啊 服装啊 这些都是部队发 对 是不是啊 你若肯将来被神使用的时候 这些东西部队给你发了 因为你是给谁当兵呢 你总觉得这件事好像是 渴望不可及 有很多人他就总是放不下 就像一个重担的压在人身上 对不对 弟兄姊妹 所以主耶稣基督说 不要为身为忧虑吃什么 喝什么 为身体忧虑穿什么 这三件事 就直接影响你今天 很好地去服侍神 对不对 这是 首先放下这个重担 我讲放下重担 脱续缠累 专题讲 对不对 现在咱要习练心窍 进入到实际中间去习练去 对不对 真不怕你进入到实际中间去 那个世袭院 十六岁才都在旷野 吃什么 搁什么 穿什么 你看那个心智 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 是吧 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 他穿的什么 落着毛利衣服 吃的是什么 蝗虫 野蜜 喝的是约翰 喝的是水 这三件事 解决了 他为什么有以利亚的心智 因为他就是以利亚 是不是啊 因为他就是以利亚 又来到人间了 来人间 为耶稣基督做什么呢 开路的先锋 给耶稣基督预备道路 预备何用的百姓 这就是他为什么 他又来到人间 以利亚 他心智是以利亚 因为他的心 就是以利亚 他就是那以利亚的领 来到人间了 对不对 他 想不想到我吃什么 他们不好好 去孝顺他的父母呢 他不在家来干活 因为他来的 不是干活来的 他来的是为主耶稣基督 预备道路的 对不对 你来到这个世界 不是为养残骨口的 你来到这个世界 神要使用你 你一定知道 今天你听见这个道 绝对不是突然的 神能叫你听见这个道 没让别人听见这个道 这是不是突然呢 一定不是突然 那么说 你来到这个世界上 神要 叫你 来到这个世界上 要重用你 对不对 因为你是传福音的使者 你不是普通的 世上普通的人 普通的人追究什么呢 时髦 追究穿的好 吃的好 喝的好 但你现在追究都不是哲学 对不对 弟兄姊妹 一眼睛一来到这个世界 你就知道 来到这个世界干嘛 我小的时候 我小的时候经常问这个话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 就一醒 我在这个世界要干嘛呢 我这马上要死了吗 就一醒过来 就特别恐惧战惊的 害怕 对不对 当你今天睡一场 吵架了 一下就醒过来 我不知道你会有这种惧怕感 我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 世界为什么会有着我 这是经常我 问的 自问的 那我来到这个世界上 一定会有用的 这就是主耶稣基督 为什么 说你到世界上是有用的 最后彼得 前说二章 第九节说 唯有你们是 有君尊的祭祀 圣洁的国度 属神的子民 要叫你们宣扬了 招你们出黑暗 入奇妙光明者当 你这句话多好 唯有你们是 有君尊的祭祀 是圣洁的国度 是属神的子民 你是圣洁的国度 你跟世人不一样 但你追求的 你跟世人追求一样了 这就说明你根本不知道 你来干什么来 是不是 弟兄姊妹 咱们来干什么来的 宣扬了 招我们出黑暗 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这就是你为什么 会来到这个世界 神为什么会 今天重生了你 他干嘛要重生我 凭什么重生我 他不重生你不行 对不对 这就是他定下的旨意 所以今天 这世人忧虑的事情 我们不要忧虑去 所以他说 不要为生命忧虑 吃什么 喝什么 为身体忧虑穿什么 生命不胜于野食吗 身体不胜于衣裳吗 这个胜于是啥意思 胜过是不是 生命不胜于饮食吗 现在你是来得生命 还是来得饮食的 饮食是肉体的事 生命是属灵的事 现在你的着重点落在哪身上 是落在吃 还有呢 喝 还有穿 你是落在这上面 还是落在 生命上 还有个生命 对不对 生命不胜于饮食吗 身体 这个身体 好像是在讲 好像是在讲肉体 实际上他说的身体 就是你来是为了建立基督的身体 你来是为了建立基督的生命 这两个身体是属天的 这两个生命和身体属天的 这个吃喝穿 不是属天的 而是 什么呢 再看一段经文 看一段经文 看哥林多前书六章 知道什么 第十三节 哥林多前书六章 第十三节 找到咱们开生 来了 第十三节 找到没有 一 二 食物是为度父 度父是为食物 但神要叫这两样都废坏 身子不是为淫乱 乃是为主 主也是为身子 好 感谢主的 这就读到这 这里说 食物是为度父 度父是为食物 这两个都是属地的 都是物质结架 是不是啊 食物为度父 度父为食物 这两个都要 神要叫这两个都废坏 你听明白是什么意思吗 废坏是什么意思 就是废坏 就是废坏 先不说 身子 这就是属于你的 身子不是为淫乱 乃是为主 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 是不是啊 主也是为身子 是不是 那你来建造的是哪一个 那我现在就是 忧虑吃 喝 穿 这是我身外主 是不是啊 这是我的真正的 生命 身体 现在神 就我们不要忧虑 吃 喝 还有什么呢 穿 不要 不要 喂 吃 喝 还有 穿 那怎么样 忧 现在在这里忧虑的多不多 多 现在在这里忧虑的多不多 多 现在能走出这些 那需要你去洗脸心窍 我今天走出来不也是靠 不是靠我自己的能力 而是也是洗脸心窍 一开始也是洗脸心窍 神胡召我 第一句话就叫我 放下你手上的工作 人若赚在全世界 赔上生命的主意 这是神胡召我的第一句话 第二句话 就是不要积攒财宝在地上 因为地上有虫子 咬能秀坏 也有贼挖空来图 只要积攒财宝在天上 因为天上没有虫子咬 不能秀坏 也没有贼挖空来图 就这两句话 第一句话是在外面 我正做铝合金的时候说的 第二句话是在我在厨房里头 说的 第二天就开始那贼 就开始套我家那个铝合金头 晚上这样再套 套就从那上面那层上 就往外套 就套去了 神学教学这个功课 因为地上的有贼在那垫着 对不对 你看这网上那骗子 左一次右次叫你点 点什么红包 傻瓜就去点 那个红包不能要 你哪缺少那个红包呢 就去点去 是贪财啊 贪财失去的更大 那可不是叫你白点吗 对不对 你点他那个红包 要点完了之后 你手机上所有的密码呀 什么东西他都知道了 能点吗 能点 傻瓜去点去 就为了那点钱 那叫因小失大 是不是啊 现在主给咱们一个 就是 给咱们一个绝对的真理 就是你不用忧虑这件事 忧虑什么 吃喝穿毒这件事 因为这不是基督徒在地上忧虑的 这是世人忧虑的 所以因此耶稣就像基督徒 就像所有跟踪他的 那个时候当时是门徒而说的话 这句话就是至今要发出炼光 对不对 至今谁读到这段经文 那么这段经文都是 基督徒最好最好的 话语 安慰的话语 是不是啊 你不用忧虑 耶稣像和风细雨一样 劝说所有的弟兄姊妹 不要活在肉体中间去忧虑 要活在基督耶稣里 在这里就不忧虑了 在这 在这肉体里就忧虑了 是不是弟兄姊妹 你活在肉体里 不信试试看 你天天得忧虑 你活在人里能不忧虑吗 你活在基督耶稣里 他就不忧虑了 那有好办法 就是在基督里 他就不忧虑了 就像近方舟的人 不用忧虑大污水 能不能淹死他 也不用忧虑食物 第一件事保全性命了 第二件事 方舟里有食物 对不对 有吃的有喝的 一直到你厨房中 都没问题的 因为神是现实的 神会不会做这件事 会 你这边出埃及 是不是神叫他出的 不是摩西叫他们出的 是神叫他们出的 是不是 出埃及的目的是什么 是不是有目的的 有 你不能够死在埃及 应当出埃及 对不对 那肉体得死在旷野 不能进迦南 你死你就会死个地方 因为死在埃及 等于跟亚当同死了 咒诅死的 死在旷野等于跟基督同死 因为基督就死在旷野 对不对 弟兄兄弟们 基督是定十四驾 神要叫你过温海 归入摩西 目的是过温海 就像归入基督一样 摩西就预表着基督 对不对 那么在旷野中间 他们要 神要叫他们的肉体 在旷野中间灭绝 不要在埃及地 但他们没有信 虽然也灭绝了 没有荣耀 没有冠冕的 没有奖赏的 今天人人都要 离开这个世界 但你的心智 要从世界中间出来 我的肉体 不是跟世人一同死的 因为神叫你的肉体 也要跟基督同死 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 也就幸福于他同活 对不对 我们若能忍耐就怎么样 必与基督一同住 说没说 这就是神的应许 所以 这个忧虑这件事情 实际上经历是很难很难的一关 你信不信 信不信 就是为吃啊 为喝啊 为穿的 为钱财啊 为儿女啊 对不对 总是在 总是在 在干什么呢 心里 总是 在装着这些东西 装什么呢 就装 吃 喝 穿 这些东西 其实 你来的时候 你空手来的 你事实上 为什么会有 那么些东西呢 你为什么会 加增了你这么多的忧虑呢 你不是空手来的吗 你来的时候 你也没穿衣服来呀 对不对 你吃神而来 必吃神而去 约伯都知道这个道理 你信不信 我吃神而来 也必吃神而去 传道书 所罗门也知道这个道理 所以他在传道书里 也讲这个道理 所以他才说 第一章 虚空的虚空 虚空的虚空 凡事都是虚空 人一切的劳碌 就是在日光之间的劳碌 有什么医处呢 所罗门说 这一点医处都没有 一代过去 一代又来 地区永远长生 对不对 你吃的饭碗 那还存在 你人都没有了 你带着 那个 头巾的 还带着 你人都没有了 你想想这件事 你穿的衣服 还存在 最后你这人没有了 可不可怜 你在这地上好可怜 好可怜 所以今天 主教你十年心窍 从肉体里出来 从世界中间出来 咱们已经从律法里出来了 这是 神记得 我的口 把律法恩典讲给你 从律法中出来 从罪恶里出来 对不对 那只是一部分 这只是一部分 从罪恶里出来 对不对 律法 还有什么 罪恶 还有呢 神罪恶 魔鬼 还有谁 世界 肉体 和邪情 还有什么 世界 对不对 咱们不能只出来这些 那这些呢 就不出来了 你除了这些能得救 但你这些都出来 不但得救 而且得荣耀 强上 冠灭 听清楚了吗 是 神是借着我的 我的口呢 不单单把你从这些里面出来 也把你从这些东西出来 是 这才是完 这是完好 无缺的把你带进神的面前 对不对 要光领你 出这些了 这些在这里 你只能得救 你只能得救啊 你没有荣耀 你也没有冠灭了 是不是啊 是 你是要出一半呢 还是全出来 全出来 咱 比如说 比如说 我跟你举例啊 那个蛇呀 他到一年 可能就得 春天就得退一次皮 他退一次皮 他就变了一个样 就变了一个放肆屋了 他原来那个皮呢 他的固执是他长 对不对 他的退完皮 他才能长一下 因为退完皮 他那个皮就软了 他里面那个皮就是软的 所以他必须得退 把那个原来的老皮退掉 残是不是这样的 都是这样的 对不对 我们东北啊 我经常在山上放残 这那个残呢 第一个是什么 破椅的 小残 黑的 黑的 他 他生死 他就把那个 那个老皮的头条 紧接着 他这个 就把他就挪 挪一个地方 这个地方 这个 佐树啊 他不是丧残 而是佐残 他就 佐树一样的 就被他吃美了 吃美了 就得把他 就得 抓抓 抓一筐 完了时候 运到别的地方 他再去 到别的地方 开始吃吃 他又开始 破二一了 开始呢 退第二遍皮 最后呢 退第三遍皮 他就连退三遍皮 他退一遍 长一个 最后长得这么长 比我的手 大手指都还 还冲 最后呢 出来剪荣 最后他 变剪荣了 对不对 那是惨 那基督徒 他退不退皮 对 脱旧人 穿新人 退不退皮 基督徒 再也退皮啊 他退哪个皮 就是老旧人 那个皮 你不要以为 他是死的 他是退皮的 他外面 这个皮 他都要退掉了 他现在是 基督徒的死 他本身是睡着了 神给他 转换一下 就接着他退皮 所以我们 不用为那个 吃 喝 穿 这三件事情 忧虑 好不好 行不行 因为你想 主耶稣说的话 他是不是废话 他绝对不是废话 他能记载在圣经里头 那就不是废话 所以耶稣基督说什么 生命不胜于饮食吗 身体不胜于衣裳吗 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 拿飞鸟出来 作笔了 你说这 飞鸟贵重 是你贵重 你贵重 你贵重你说 是神养飞鸟 养了养你呢 一定会养你 你就是神在地上 供养的主要目标 对不对 你就是神爱的一个主要目标 你是不是爱的 你是神爱的 神都供养飞鸟 能不供养你吗 对不对 你在哪个地方 遇见什么机会 那都是神给你定好了 对不对 你在世上活着 你在哪一片土地上活着 那都神已经给你回应好了 是不是 弟兄姊妹 所以就这三件事情 有很多人在犹豫 是不是 天天忧愁 现在咱就洗练心窍 就脱离这三件事 三件事 就脱离这三件事 行不行 现在就洗练这个心窍 脱离一生 吃 穿 喝 这些东西 吃什么 喝什么 穿什么 世人说吃什么 喝什么 你传到你吃什么 人家现在问我那人多的是 你传到你吃什么 我说我吃百家饭呢 你看这个人 现在咱们基督徒内部有问我 那王爷有女生 你天天在外面传到你吃什么呢 我说吃耶稣啊 你说这个人明白没 以色列见旷人吃什么 什么呢 有没有吃的 有 有没有吃的 你得去经历神 你去心窍 心窍 心窍 通达 这些事你都懂了 不然你不熟练人意的道理 你不知道我们今天 我们是神供养的主要对象 不是供养的飞鸟 飞鸟主要是给人的 但是供养的对象是谁 人 爱的对象是谁 人 你爱你的孩子 那孩子是你生的 你就会饿死啊 不必饿死 所有妇人离弃吃奶粒 婴孩 而严花永不离弃你 你信不信 大伤可以挪开 小伤可以牵引 但主的慈爱必不离开你 你总要想这件事 是不是 有的人他也不动脑筋想 就总在自己来的忧虑 因为你出生的时候 不是由你决定的 你出生在谁家 你死在哪里都规定的 对不对 你生在老王家 老李家 老刘家 老徐家 老高家 老杨家 不是你自己说的算的 是神要把你放在那个 就那家出生 这是你改变不了的理 你长多高 你长什么样 神早就给你规定好了的 对不对 你出生以后 你怎么去忧虑这件事呢 哪一件事是你决定的 有的人 要决定我自己多高个 哎呀我那时候 不在我这个家出生就好了 免得我爸妈的个矮 所以我也个矮 感谢那生意吧 你说的算不算 不算啊 回家问他妈 爸 妈 爸 你们结婚怎么不跟我商量商量 你看你们那么矮 你说我要知道你们那么矮 我坚决不能上你家出生 这是你说的算吗 如果不是太太结婚 就不能生出你 你记住这一点啊 不是你爸和你妈在一起结婚 而且正好赶那时间段生意 这个神定下来的 你在哪出生都定好了的 是不是弟兄姊妹 这就是奥利 这也是主权 你出生 你姓什么 你长什么样 那是神的主权 你吃什么喝什么 那是神的事 对不对 是吧 六零的矮 有的人就被饿死 年龄大的都被饿死 有的人就被饿死了 饿死也是出一生 没被饿死也是出生 因为你为什么没被饿死 因为你是属神的子民 神今天要在基督耶稣里显现你 所以你没被饿死 是不是 因为你饿死 你听见这个福音了 听见这个福音 不涉及到得荣耀的事 那么我们得有这个肉体 在这个患难中间才去得荣耀 对不对 如果今天你被 六零年饿死了 你就现在不存在肉体 你虽然是神预定监献的儿女 但你只能是在阴间里头 在监狱里头听见那个福音 听见福音 你也不过是金领得救的一个 靠着神活着的一个 你绝对不能够有奖赏冠冕 有奖赏冠冕必须具备肉身 对不对 基督基在肉身受苦 你们也当将这样的心智作为兵器的 是不是啊 我们若与基督同受苦呢 也必同得荣耀 因为得肉身受苦了才能得荣耀 这是主说的吧 是不是啊 这是圣经绝对的真理 那么今天你就不用忧虑 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 这不是你忧虑的 这不该你忧虑的 你看一开始人活的都九百多岁 为什么没有忧虑 没有忧虑啊 所以他活九百多岁 九百多岁还没到一千岁 到一千岁在神的面前是一日 他看千年如一日 你看人跑那里去游 哎呀 哎呀吃什么呢 哎呀喝什么呢 哎呀穿什么呢 这亚当犯了罪就把这忧虑带给人了 耶稣基督说烦劳苦丹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 我就使你得安息 你见不见安息 现在需要所有的地方怎么来见安息 就说明你得救在乎归回安息 说明你得救了 对不对 得力在乎平静安稳 平静安稳说明你要得力了 要得能力了 得救在乎归回安息 你归不归回安息呢 那么现在看谁是实实在在的 神要验证你了 所以就在这小事上操练 每天在这种习练你 我们所有的弟兄姊妹 都是神习练的对象 因为神要使用你 当然要习练你了 首先要习练什么呢 心窍 对不对 如何习练心窍 他得进入到实际环境中间 把这道进入到环境中间 去细练你的心窍 叫你的心窍细练的通达 就能分辨何歹了 对不对 弟兄姊妹 咱们就跟那世人一样 世人有力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 你不信呢 世人走到哪 一个问了吃了吗 保重问这句话 上厕所遇见吃了吗 你看不管在哪儿过来吃 这中国人就长得吃嘴 这真是吃货 上哪儿都问吃了吗 还有人没事怎么问 老弟兄啊 你不要个孩子啊 哎呦我天天我的传道 我还得答复这些问题 熟肉体的熟灵呢 明显是熟肉体的 对不对 对 这给我增加的麻烦 我一天 有个微信里 不这事就那事 电话里 不这事就那事 有的时候我就不给回 一个人不回 还电话里头 微信里头 隔口里头 天天 我都说了 有疑难问题 一定要给张弟兄或 雪眼霞和 简单快乐姊妹 给他们 因为我盘子置顶了 就这三个人 你有什么问题呢 因为他们是管理员 为什么叫给他 因为他们是 网络的管理员 你给他们 到时候再转动 我 就非得加我微信 加我客户 完了在电话里 你在那个 微信里问 在那个客户里问 就非得问 我不考 还有的在那个 叫我去 管他们 那个三次会 我说 哪有那时间和经历啊 我根本没考 你不是 什么仆人 哐就把我拉黑了 你看这人 他没长心 这就没长心一样 我天天都 每一天都讲道 就有一点时间 那些晚上是 快要十点了 问的问题 就要打电话给我 要去管他们 三次会那些事 他给三次会传 三次会没听 完了之后叫我 要跟我沟通这些事 我说 咱有时间管他们的事吗 咱们自己家的人 都管不过来 去管人别的事 你只管门前学 不管瓦上霜 对 是不是啊 有的一些人都 操心不经老 我发现 谁的事都管 那三次会的人 跟他一点话都没有 你管人干什么呢 咱今天管管撒旦的事 这管的太宽了 什么都管 我说我疲乏了 我天天讲道 他都不理解 一下就给我拉黑了 你不是基督的仆人 就给我拉黑了 你看他真正体系 体恤 他都知道 王弟兄很困了 很乏的 我现在得感冒的 带着感冒 跟弟兄姊妹 我这嗓子 平时他说不会痒的 因为一感冒了 就很容易痒 你看我怎么讲 怎么讲 他也不痒 就只要感冒了 说话多了 他就可以痒了 他就把我拉黑了 说我不是基督的仆人 定不定仆人 是按照我今天 去管闲事来定吗 我的精力扯到那地方 扯了三次会堂去了 他说该我管就忙 咱沟通三次会的事 你说有没有必要啊 你有 你有时间多听到 你管人的事干什么 对不对 猫拿耗子 狗拿耗子 怎么讲 不管钱 不管钱 那耗子是你狗干的事吗 那猫的活 你把猫的活 抢过来了 你是抓耗子 那看家谁看 你狗就看家 你管那管耗子的事吗 对不对 耗那活是谁干的 提名 早上今天提名 是不是 报中点 谁干的事 活 公鸡 公鸡干的活 你别从你抢过去了 什么 提名 你早上一大早上去 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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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家里的事 咱别管教外的事 教外的事 不管我们的事 他那 往那的弟兄姊妹 很多 完了之后 你来传说 都没信真道 他说 那是他的弟兄姊妹 那咱就没有话说了 他都认那里都是 是他的弟兄姊妹 谁敢管那事 从前我要说这话 可能有一些弟兄姊妹 都不理解 现在 渐渐的听道了 你就理解了 对不对 有一些人 那干脆的 那这道都不听 就开始抵挡 你 你给他道 他都不听 不听 就是不听 不听还抵挡 是不是 所以主耶稣基督 这句话说 该你管的事 你管 不该你管的事 不用管 是不是 不要为生命忧虑 吃什么 喝什么 为身体忧虑穿什么 这个忧虑 如果不泄下去 那就成为重担 每一天背负着 因为你来的时候 你为什么 今天忧虑这些事 是不是 被这些事给缠住了 对不对 这是一种什么呢 束缚一种圈套 一种网络 就把你网在这中间 你就天天为这些生活的事 忧虑 在我们的邻舍 就是我家那邻舍 一开始呢 对我呢 劲可大 现在对劲小了 因为我天天也不在家 一开始我回去了 那眼睛都不是好眼睛 他说什么 王艾浩你说 在剧团里头 他不好好干他的演员 他怎么去干铝合金 干铝合金 干的也挺好 那最后怎么不干场呢 怎么又传什么耶稣了 到处一天不招架 那院里那草都比人还高 进到你举起手 在那里猫在身 没有人能看的 跟那里头一蹲 谁看不见 那家里那草就简直 就成了那个草海了 回去了之后 车进不去院的 就是把那草全部都 一点一点 磨根里给它割割割割 好大好大一堆 全草 院里的草 那那蟋蟀 一进院那蟋蟀蟀 到处叫 就那圈圈 这边有没有喜帅 就圈圈 往东北叫圈圈 到处都叫 因为你给它那生存条件 人不在家 圈圈圈就成网我们了 对不对 所以他们不离析 这干什么呢 这是天天不着家的 他们理解吗 不理解 神呼召我的时候 也没通知他一声 所以他肯定不理解 对不对 我经常对他们说 就对那不信的说 我说 一个从来 没有遇见神的人 就去传神 这是神经病 一个遇见神的人 就不传神了 这也是神经病 两种神经病 哪两种神经病 就是从来没遇见过神 他都去传神 你说是不是神经病 都说神经病 那么遇见神又不去传的 那还是个神经病 这两种神经病 哪两种神经病 就是教内的神经病 和教外的神经病 我说教外地道 怎么能听明白吗 这叫神经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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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一开始 就是在 我信了耶稣基督 我就跟那个 在我们那个 一个工地 那个包工头 我就跟他说 我让他信耶稣 哪来神哪 哪来耶稣 我说信神 耶稣就是神 拯救你 脱离将来的地狱 叫你上天堂 杀天堂地狱 哪来天堂地狱 他就这么说 我说 遇见我的人 既是福又是祸 我说遇见我的 这个 假如这个人呢 他遇见我条 抵挡 他就说祸 遇见我的人 抵挡就祸 有个叫周延远的 我那时候 刚刚信耶稣 我给他翻 我是旅客金的老板 然后他呢 不知道是在干什么的 早晨一大早 我给别人传福言 他上了 他过来了 你就是法蒙公 你就是邪教 就说了这一句话 我说你是邪教 我不是邪教 我是信耶稣的 哎 他走了 中午说的话 走了 下午就撞死在那个 上福顺城 就在路头中间 就撞了大厂 卡车 然后撞死 脑袋都撞没醒了 脑袋都撞飞了 脑浆都出去了 我说遇见我的人呢 那么有的一些弟兄 怎么遇见我 他就是福气 有的人遇见的是祸 假如我给你传道了 你不听的话 那么神就许可 在撒旦记得这个家里 就搅扰他 我这样的事 我遇见很多很多 就搅扰他 把他家搅扰 搅扰的事是 不行了 同一次我给那个 老赵我姐 那个他虽然我叫姐 他是个远知的姐 他比我年龄大多了 他是跳大神出身的 东北跳大神 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 什么叫跳大神 我给他传了 我也传他迷信 迷信我走了时候 他家就被鬼就 就闹得就是 顶朝上 天翻地上 给他闹了 闹得实在不行了 他就问我姐说 二弟什么时候回来 我姐说 等回来我再告诉你 现在还没回来 等我回去找我去 找我干什么去了 给他家赶鬼去了 他家那鬼 只要闹翻天了 那时候我和我妹妹 我跟我妹妹传的 我就上他家 给他赶鬼 最后赶鬼的时候 你猜他那膝盖 在那抗 那东北都是抗上 他跪 我们都是跪在抗上 他那膝盖就在抗上 我在赶鬼的时候 他那膝盖 就像敲骨一样 两个膝盖就在那 抗上就像敲骨一样 完了 身上冒那个 清气 我冒 后来鬼就出去了 鬼出去了 我说你家里那些东西 都得给你 都得给你毁掉 他那不是拜一样 拜好多好多 有保家仙儿 还有他家老祖宗 还有拜那个观星菩萨 他就拜好多的神 那不是一个鬼 那好多的鬼在他家里 但现在他已经不在世上了 就是我祖祖过 他就 他就不信耶稣了 他鬼出去了 他就不信耶稣了 不信耶稣 我问弟兄怎么 这人能不能重生 不能 不能重生 离开主了 他就没命了 是不是 他虽然鬼给他赶出去了 最后呢 他又还不信耶稣 因为东北那地方 很多很多挑戴神的 挑戴神特别特别多 泰山石杆当 我上他家那个地方 那写的 那立个大石头上边写的 泰山石杆当 你知道这啥意思吗 这都是迷信活动 这个石杆当 就是泰平的意思 泰山就是泰平啊 石杆当 就他家 保他家泰平 你到处 你走到哪儿 都有这偶像的事 你开车 你随便的 就是特别走香道的时候 随便的往那山上望一下 往地里望一下 都有那个偶像的东西 那么今天这个世代呢 是何等的可怕 是何等的危险 基督徒生在这个世代 就像明光照耀一样 神要使用我们 做他的精兵 要拣选我们 来传讲天国的福音 所以我们今天呢 首先从这个地方走出来 这是最关键的地方 因为你在军中当兵 不将事物缠身 就能招你当兵的那些喜悦 是不是啊 这些东西能缠住你 对不对 我们将来每个人 都是传福音的使者 今天的准备工作 就是为明天 神好使用你 还好地使用你 好不好 你这个工作天天在这里忧虑 心跳没系练的通道 做小孩子 总不做大人 那谁使用你啊 谁也不能使用你 对不对 谁使用的是长大成人的 心跳系练的通道 对不对 能够分辨好歹的人 才能被谁使用 那么神在这吃喝穿 这事实上就要洗脸我们 看我们今天 那眼睛 那心是在哪儿盯的 每一天呢 都在这 哎呀 我没有时间 你越没有时间 就是越没有时间 你不信吗 因为时间是神给的 那我怎么有时间呢 有一些地位 怎么有时间呢 有的人说 哎呀 我没有时间 这句话 别那么说 那么说 没有时间是跟你自己判处死刑的 你知道没有时间 那个字怎么写的吗 忙是书西人家亡 你才为什么这么写 你的生命你已经死亡了 所以叫忙 你忙死了 所以叫心亡了 心亡了 不就完蛋了吗 所以他就忙 所以汉字啊 他绝对 绝对 他是能说明问题的 对不对 所以叫神周 神周的汉字 有没有 有没有说服力呀 因为心亡了 所以叫忙 其实神 把你弄到这个世界中间 他就能养活你 他不让你自己来的忙 使劲了 转 转 转到全世界赔上生命 你转吧 对不对 你转到全世界 把重要的这个给赔上了 你就死亡了呗 你忙 忙是为什么 转世界 你忙转世界不就死了吗 难死了 心死了 忙死了 对不对 弟兄姊妹 所以汉字你说 能不能说明问题 这汉字 咱中国不愧为叫神中 就他哪一个字 你会能解释出他的意思 对不对 基督在这里头 就提出了 马太福音代表 耶稣基督是师父的形象 是王的形象 这是王啊 和风细雨 与众心场的 对他的百姓说话 对不对 他说什么话 所以我告诉你们 不要为生命忧虑吃什么 喝什么 为身体忧虑穿什么 因为生命不胜于饮食吗 身体不胜于衣裳吗 你们看到天上的分摇 也不重 也不收 也不急需在藏里 拿一个分摇做笔 神去咬活它 这里面说神养活它 是不是说 你们的天父上去养活它 对不对 这里面说 你们看到天上的分摇 也不重 也不收 也不急需在藏里 你们的天父上去养 这是你们的天父 你们的天父不养活你们吗 养活 那他被养 他都养活 那是你的天父 他不养活你们 你怎么信得来 今天咱就操练这个心 天上的父是我的父 好不好 咱就操练这个心 这就是信心 天上的父是我的父 是我的父都养活 养活养活养活 养活 可以养活 对不对 你们也逼迫不着 假如我受逼迫 是为一受逼迫的 不是为罪受逼迫的 因为我传的是一道 不是传的是罪道 我为一受逼迫 有福呢 这不有应许吗 就哪一句话 也就是你今天信得到 每一件事 经历每一件事 你就找圣经的应许 假如有人逼迫你 那你找圣经应许 就说 你为一受逼迫的是有福的 人因人子而仇恨你们 侮辱你们 抵制你们 甚至说你们是邪恶时 你们就有福了 是不是找应许啊 经历中间 是找圣经的应许 这是一个真正属灵的基督徒 那么在经历中间 找不到圣经的应许 这就说明 他是个属肉的基督徒 对不对 因为今天不是光学知识 光学书本上 这叫知识 这书本上的知识 必须带领每个弟兄姊妹 这个知识要进入到实践中间 亲身去经历去 那叫见识 对不对 是 现在我们不是光在知识中间 而是在知识和见识上 多而又多 在爱心的知识和见识上 多而又多 好不好 好 现在咱们就去 个人都去经历神 经历主的道 因为主的道经历完了 就用真又活的 是 因为他是用真又活的神 他的道也是神 他把道赐给你 你是承受神道的人 你承受神道 你必须进入到经历中间 去承受他 好不好 所以这里面说 不用忧虑 用忧虑吗 不用忧虑 耶稣走到哪里 你也为什么不用忧虑 你看耶稣基督 上山上他五个饼两条鱼 就能使 几千人得保 对不对 那个 马勒虑的大仆人的耳朵被 彼得一刀就削掉了 耶稣来了 一按 就按上 你谁跟耶稣基督打 你谁都都败 对不对 咱有这个耶稣基督 你脑袋掉 他给你按上 你命没了 他跟你 不活了 跟你一个新生命 对不对 你永远打不过他 你粮草不用带 你打仗不用带粮草 不用带枪 不用带炮 神的话就是炮 神的话就是什么 重炮 神的话就是 比原子弹还要重 是 比那东方四十一还 还厉害 是 你不信吗 所以 他的话就是能力 他要用将决的荣光 废掉那大罪人 用他的话语来击杀列国 这话是不是圣经的话 是 那你还怕什么 你不用带枪 不用带炮 不用带粮 不用带草 你就可以打仗 你不用担忧你的命 你的命 绑杂的脑掉 耶稣基督再给你掌 所以谁跟耶稣打 谁都在拜 耶稣的话 就是带着能力的 这些万鸟戏了 他在你里面产生出能力 宝贝放在瓦戏里 那宝贝受神的话 他要进到你里面 显出莫大的能力 但你不让他显明 你总是自己来那儿 把神的话放一边去了 神的话是神的话 我是我 神的话跟我没关系 这样 你不就完了吗 对 咱们不再信他的话 而且要去经历他的话 在经历中间 去应用神的话 听懂这句话了吗 这句话不是就一句话 你学的这句话 好像从书本 那是道成的文字 道就是灵 就是神 今天谁学到这个道了 去经历出来 他就是有能力的生命之道 好不好 他说每一句话 你都把这话当成是信实的 当成是神的话 那你就把神信成是神了 有的人呢 信假神呢 网上你看那手机的小视频 那竟是那个佛教 竟是那个戴国相的 他们心里可虔诚了 可真了 他们把假神信真了 那今天基督徒 把真神给信假了 对不对 不愿意去经历 不愿意去经历 你什么时候去经历神呢 这道得进入到经历中间 就要每个例子 都进入到经历中间 你经历完 你就知道他是有真有活的神 他是有能力的神 世上所有的信仰 都没办法跟我们比 你得愿意去经历啊 一到经历中间 有的人就完了 经历中间 平时念的会念 不要为生命忧虑 吃什么穿什么 为身体忧虑穿什么 不要为生命忧虑 吃什么喝什么 为身体忧虑穿什么 这会说 十一到十件中间 还有 这就说 这个走嘴了 但没走哪 没走心 没走心 你怎么样才能证实 你是一个诚实的信徒 用什么来证实 就是 用 你去经历这个话 看你是怎么经历的 听懂了吗 你得去经历它 来验证一下 你到底是不是有诚实的基督徒 所以敬拜神要用心灵 和诚实 那今天都拿着这本圣经 都在那看着看着看着 光都念出来 实际上风浪来了 害怕了 是不是 所以主把门徒放在海平面上 就在风浪 任凭风浪 颠簸 听不听明白 就是欺骗他们的星球 好吗 休息十分钟